今天来提车的客户来自成都本地 磊哥看着年轻 却是一个资深户外越野露营玩家 敢于尝试新鲜事物 并且是个细节控 他家里已经有一辆特斯拉一辆未来 先前还有一辆坦克300 因为私自改装线路短路 车被烧了个金光 保险公司一分钱不赔 只能自认倒霉 磊哥确实对坦克情有独钟 立马又提了一辆出厂改装好的坦克边境限定版 不得不说有钱人真的是把车当玩具 细节空外观空的他 最终也选择了我们的探险家 作为他爱车的伴侣 他没有直接购买标准版 而是特意定制了适合他自己的探险家 给爱车刷上了白色的装甲漆 粗糙的表面涂层就像硬汉粗糙的皮肤 小擦小瓜都不在话下 为了能够去感受冬季的西藏新疆的孤寂壮阔之美 还特意加装了水路加热系统 能够保证水路在零度以下不结冰 一次性彻底解决寒冷地区房车生活用水冻结的问题 我们的探险家外表虽然刚硬 然而内部却能让您有在家班的温馨舒适 独立悬挂加上黑曼巴四条避震的加持 有着前车所至后车必达的越野性能 真正做到了最美的风景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常见的公路房车没有探险家的灵活和越野性能 本身价格不菲 高大的身躯有着不错的空间 但同时也造就了笨重的身躯 车身高度及通过性的限制 导致了只能停在常见景点或者露营基地 如果要去那种人际罕至的大美之地 也只能望洋心探 最初的新鲜感一过就闲置吃灰 当然两种车型适合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的处事原则是安稳平顺 而我们的探险家 越野拖挂房车的主人 必然是有着勇于探索无谓开拓 不愿和人群亦不亦趋的先驱者 坦克边境限定版出场就已经改得很帅 轮廓分明的肌肉猛男 再配上我们的装甲风格的拖挂房车 绝对是一对完美capel 我相信南极新探险家 一定会在客人将来的越野露营旅途中 给客人充分的保障 一前一后成为驰骋在天地间的 一道狂野靓丽的风景线